不要紧张 放松 几个月了 两个月左右吧 他还是很健康 非常好 你确定不要了吗 这 这是宝宝的声音吗 他在怪我这个狠心的妈妈吗 宝宝已经有生命了 他在做最后的抵抗 他不要放弃 我怎么能放弃呢 不行 我不能 怎么样 好了 妈 哥 医生说宝宝很健康 我要我的宝宝 我不做了 什么 老爷爷 你干什么 哥 我求你了 别逼我行吗 你做不做 不做 我不还了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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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哥 你回来了 工作一天累坏了吧 坐这儿 你是想先吃饭呢 还是想让我放水给你先去泡个澡啊 今儿怎么了嘴巴跟抹了蜜似的 讨厌 我不是每天都对你那么好吗 行了吧 说吧 说吧 什么事啊 其实啊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待着太闷了 你也知道我是嫌不住的人 我想去去上班 上什么班啊 去哪儿上班啊 去你公司上班啊 本来我就是一职业女性 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变成家庭妇女啊 家庭妇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 你也知道 我本来就是个嫌不住的人 再说 你佟建国本来就是一人干大事的人 在你身边的女人 那肯定不能差了呀 真的还真是 我佟建国的女人 必须是最优秀的女人 不是 等会儿 你怎么突然间想起上班这事了 其实我也有点私心 私心 什么私心 我的私心也是为了你啊 你想 如果说我不上班 我把我的事业就当做是你 我好好伺候你 把你伺候好了 这也挺好 可是 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 我跟童话难免会有矛盾 到时候 你说你多难受 两边都受假本气 你说对不对 还真是这么个零 那你说 你想干吗 其实我的强项呢是销售 可是我又怕到处跑 你又担心 所以我想啊 干脆 我就做你的秘书算了 你给我当秘书 对啊 那不是太取材了吧 那怎么会呢 我跟你肯定能学很多东西啊 好了好了 就这么定了啊 我给你拿好吃的去 妈妈 丫丫 你先回去吧 你先谈他气得不够吗 嫂子 你别拦着我 让我进去吧 我去求妈 她会同意的 我可以去美国 我可以去找向辉啊 这样孩子就会有父亲了 冯丫丫 你疯了吗 你这话要让妈听见 你把她给气背过去 丫丫 爸爸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再把妈给气倒了 这谁负责呀 我负责 你负什么责呀 我娶她 现在的问题不就是孩子吗 留着孩子你们家人活不下去 不留孩子她活不下去 事情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很简单 我娶你 留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 你走吧 你赶紧走 好 你干什么呀 毛细莲 细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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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虎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觉得很好玩是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认真的吗 刘虎 你看着我 你仔细地看着我 看看我的肚子 我肚子里的孩子 这个是我和向辉的 你不是孩子的父亲 你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以为我刚才说出那些话很容易吗 我现在的心里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难受 你知道吗 对不起 我刚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我现在 我现在就已经很烦很乱了 我不想把你也拖下水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 这件事情我不是外人 我喜欢你 我根本不可能只身是外人 刘虎 我很感谢你 我感谢你对我的好 对我的付出 可是 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而且我现在有了像灰的孩子 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是这样伤 可是你让我怎么办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离开 想过放手 我做不到 看着你无家可回 看着你痛苦难受 我做不到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我很珍视 我们俩的相遇相知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你陪着我哭 陪着我笑 陪着我疯 陪着我疯 我疯了 可是它就是梦 它就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而已 它是虚幻的 它是真空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美好的梦 保存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弄得如此不堪呢 或许这些日子对你来说很虚很空 可是它对我来说却再真实不过了 你摸 你摸 我的手 你摸 我的脸 我的心 我的心难道你感受不到吗 可是你这样 我只会更加痛苦 我更加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眼睛 好了 刘虎 我不是你 我跟你不一样 我有一个卧兵在场的老爸 我还有一个身心疲惫的老妈 我还有一个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个哥哥嫂子 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一个连自己父亲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孩子 他 我求你了 老妈 我求你放过我 我求你了 你就让可怜可怜我好吗 我求你了 让我到孩子的父亲了 我现在真的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些困扰啊 我与把我让 того gentleman走 让病房走 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又回到病房后 怎么面对你妈 怎么面对你的家人 孙子 让我去忙 救命 姑娘 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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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知道这鸭鸭是怎么想的 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她都不答应 今天我算看出来的 你是爷们 纯的 来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高尚 只是我禁不得她这个样子 现在像你这么重感情的男人哪 比大熊猫多少 你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别那么说 其实我挺失败的 你还失败 你有车 有房 有公司 你还失败 那像我们这一介草民 我们情何以堪哪 你说 我现在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是在帮鸭鸭吗 是 简直是雪中送炭 鸭鸭 你 你哥跟刘火呢 我不知道 你怎么跟刘火说的呀 我拒绝他了 拒绝他了 为什么呀 你 你必须嫁给刘火 这个主啊 我替妈给你做了 嫂子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个心情 谁跟你开玩笑了呀 鸭鸭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说妈现在身体又不好 你现在这个情况刘火又 嫂子 我已经想好了 等妈好一点 我就会跟她说 我一定会找到向辉的 我一定会的 亲人来了 喝吧 喝什么呀 喝汤啊 薛姨让我送来的 我昨天已经喝过了 情侣转告薛姨 她的心意我领了 让你喝你就喝 薛姨可炖了半天哪 可是我真的喝不下 你 我喝得下 有你什么事 薛姨说了 这是谷方 必须联合三天 不然你的伤要是好不了 薛姨可不负责任 听小气的吧 喝吧 我喝 赶着 你干吗呀 干吗拍照啊 凶什么 我不得回去给薛姨交差啊 不然她以为这汤 被我给偷偷喝了呢 喝吧 喝呀 拍啊 建国啊 你想好安排我什么大任务了吗 嗯 还真想好了 我想让你负责啊 人力资源部 最近我们公司要招人 你得替我把把关 人力资源有什么好去的 我才不去呢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建国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做 绝不给你丢人 那行吧 你说你要干吗吧 咱们公司 不是一直在对接七星七九店 那个项目吗 要不然这样吧 我跟安柴先生呢 也算熟 你让我去跟他们对接吧 你让我去跟他们对接吧 亲爱的 你就死了这趟行吧 这个项目绝不可能让你参加的 为什么呀 这么大的项目 我是想替你多分担一点 替我分担 对啊 亲爱的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我能卖什么药 那好 那我就直说了 七星级酒店可是个大项目 柳火这个火器公司一直想掺和进来 他这么个小破公司 一直想见着这个机会翻身 你说我会让他成功吗 还有 别再跟我玩什么花样了 你就乖乖地在这儿给我带他 佟建国 我要工作了 亲爱的 乖啊 宝贝儿 嫂子 妈现在怎么样了 妈这边你就甭担心了 你要是真为了妈好 你就赶紧跟刘虎把结婚手续弯了 行了 我挂了啊 我 莲莲 走吧 去哪儿啊 登记结婚哪 你忘了 走吧 你松开 你松开 怎么 Hugh 我 不确定我现在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也不确定未来的某一天我会不会后悔 但我只知道现在我的心告诉我 我必须那么做 我也想过了 我不要你的怜悯和施舍 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 我就会出国 我一定会找到向辉的 芽芽 这怎么会是怜悯 世界那么大 你出国你去哪找 我不管 我现在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我的签证已经在办了 刘霍 祝我好运的 芒芽芽 芒芽芽 你就一心一意想着你的向辉吗 只有我一个人 一天一天地想着装修你那咖啡厅 我怎么对你 你怎么对我 你自己想一想 你放心吧 咱这事成了 成什么呀 芽芽不是还没答应刘火的吗 你怎么还没弄明白呀 咱们这个局面里头 最没有把握的就是刘火能不能答应 现在这个环节都解开了 她都答应当这个冤大头了 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呀 话是这么说 可是我现在心里就是 我再给你详细分析分析 芽芽是不是想把孩子生下来 那她是不是找不着向辉 找不着向辉就结不了婚 结不了婚就没有准生证 没有准生证就生不了孩子 现在只有刘火愿意当这冤大头吧 所以摆在芽芽面前的就只有这两条路 要么她跟刘火结婚 她要不结的话 就得把孩子打掉 无论是这两条路哪条路 都是对咱们有利的呀 你说得都对 可是我现在心里就是不踏实呀 你还是多帮我看着点吧 你放心吧 这事我比你还上心呢 芽芽要真嫁给刘火呀 我们毛姐就脱贫致富奔了小康了 刘火 刘火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你说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什么呢 还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你那么优秀 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更好的女孩子 为什么是我呢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问题难道我吗 我得好好想一想 那算了别想了 就当我没问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你挺讨厌的 你脾气坏 没有女人味 也不聪明 混得也不好 不像何雨琪 但后来你一直在找向辉 你一次次找不到 但你一次比一次坚持 你开始纳闷 究竟是怎么样一份特别的爱情 值得那么坚持 又或者说 这个女人原本就懂得坚守她自己的爱情 不管这爱情本身到底特不特别 我也曾经试着原谅何雨琪 但我做不到 可是你不但原谅了向辉 所以 还一直坚守你们的爱情 停在原地等她回来 这很了不起 我总是说你傻 但其实在我心里 那就是你最可爱的地方 我做不到的事 你做到了 你比我勇敢 你比我勇敢 我勇敢 你比我勇敢 这些要都不忍耐 这些要都不忍耐 对不起 我离不开你的依赖 我离不开你的依赖 如果有来生的话 这些你却能重来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用孤独的现在 换美你的未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你好 什么 我的签证被去签了 喝下药了 毛鸭鸭 是不是应该有反应了呀 喂 小青啊 出来敬个命 喂 小青啊 上去吧 我在楼下等你 你等我干嘛呢 当然要等你 等你去拿 这个 咱们去登记吧 就今天 赶紧把它办了 你别这样看着我 好好好 我老实说吧 其实我从小我就好想当英雄 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今天就当做你给我这个机会 达成我一个心愿 让我当一次英雄 特别是当你的英雄 这样子我会很开心的 好不好 你会后悔的 应该不会 我觉得人生是没有办法预设的 我不想为了这样一个可能性 就去违背我自己的心意 重点是 你不用替我考虑那么多 我是一个大男人 我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创造一个安心的环境 好好地把宝宝生下来 解决好你家里的问题 确保宝宝健健康康呢 你家 你家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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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哭了 你还怀着孕呢 这样哭对小孩多不好 好了 别哭了 好了 别哭了 你还怀着孕呢 说真的 赶紧吧 要不然明正局要关门 又得明天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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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记得穿件漂亮的衣服 毕竟 这是你第一次结婚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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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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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个身为我的纵容 永远都痛 关心 小钱快拿 王芽芽怎么样啊 我图不都发给你了吗 两次都喝了 你的那个药放进去了吗 我放进去了 有图有真相 那他反应什么呀 这个我倒没注意 你为什么不注意啊 你不注意你怎么知道他流明流产啊 最起码他也得见红了吧 姐 你先别着急 那他见不见红我怎么知道 我总不能天天上他们家翻他内裤去吧 老天爷抱怨 王芽芽这个孩子真不能生 我要是生了 我要留活的将来就完了 对对对 不能不能 不行 我不能做以代弊 我先走了啊 姐 你去哪儿 先走了啊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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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儿啊 喂 喂 茅兴林 正棒炸弹 怎么了 姑奶奶 别猜 我在你家楼下看见谁了 刘虎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 她老去 她对我们家丫丫可上心了 丫丫拿着户口本上她车了 什么 真的假的 骗你干吗呀 看来咱们的计划算是成功了 那就是我们毛家祖宗显灵了 大小姐 这算我的任务完成了吧 那那钱 你怎么回事啊 钻在钱里输不来了呀 财迷 我要不财迷 你怎么把向辉弄到手啊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 你得兑现诺言 什么叫弄到手啊 这么难听 现在我和向辉总算是名正言顺了 本小姐今天心情好 马上打赏给你啊 好好好 那就谢主动恩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媳妇 你好女士 这些新闻有什么可以帮您 毛鸭鸭在吗 她出去办事了 怎么一天到晚谁都在找毛鸭鸭 都谁找她 她去哪儿了跟谁去的 您突然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怎么回答呀 再说了她去哪儿又不会向我报告 我可不清楚 您是 你别管我是谁了 你们这儿谁是负责人呢 我呀 我是物管办的主任 我叫李小宝 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李主任您好 我听说你们这儿的毛鸭鸭 最近跟小区的业主走得很近呢 你说的是鸭鸭跟流火的事情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流火的女朋友 你是流火的女朋友 流火的女朋友 鸭鸭才是流火的女朋友啊 看来这毛鸭鸭还真挺厉害的 把你们都给骗了 什么意思 怎么就把我们都给骗了 你们这些人都是新来的吧 怪不得你们不知道 我跟流火在这个小区住了七年 这个小区谁不知道 她可真是够厉害 专找有家事的人下手 李主任 另外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像毛鸭鸭这种人 还上光荣榜 用人的时候 我劝您得小心 别到时候出什么事 影响你们部门 才吃不了兜着走 她是流火女朋友啊 对啊 我听说流火有个要结婚的女朋友 那毛鸭鸭是小三啊 这流火看着挺老实的 对啊 我听说流火有个要结婚的女朋友 没想到也脚踏了条船 我说什么来着 这毛鸭鸭就是不简单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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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工作去吧啊 快去 主任 你看我说过了吧 这毛鸭鸭和流火有情况 还真被我说中了 正房都找上门来了 幸亏人有素质不跟咱闹 要是碰着个泼妇 今儿这物馆办 不得被折腾个顶朝天 是 主任 您看那光荣榜 这个毛鸭鸭呀 一天到晚进给我惹货 还愣着干嘛呀 赶紧给我拿下来呀 好嘞 快去 你怎么拿的护口本 我就怎么拿的呀 婚减了吗 减了 一切健康 是本人吗 是 是本人 他的表情虽然比较僵硬 但我们确实是本人 是本人 是 刘虎 你真的不后悔吗 这戳一盖上去 可就合法了 你怎么那么啰嗦 我说要娶你 就是要娶你 好了 这是你们两个结婚证 祝你们幸福 你怎么就这样结婚了 对啊 对啊 挺容易的哦 没有想象中复杂 六虎 谢谢你 你到底要说几次谢谢啊 烦不烦的 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希望这件事情 就你 我知道 我现在就回去 给我妈一个交代 我是想把事情都说在前面 好 行行行 你就当做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你不说我不会跟人家提的 但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 现在我们结婚了 但我们在彼此的心里 究竟算什么 你想一想 给我个答案 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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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婚和毛鸦鸦要结婚了 咱俩在一起呢 肯定能幸福 我身边的这位美女呢 从今以后 她就是我的媳妇了 她是我一辈子的媳妇 其实呢 我早就变心了 我现在喜欢的是纳雪儿 雅雅 我们分手吧 在我心里这个位置呢 永远不可能 有人能取代你 你是这里的永久居民 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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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啊 别以为我们将就结束了 晓辉 我运遇 알고 你都结束不了了 וה 我无法呼吸 忘不绕你 什么心 什么听 怎么告诉你 我只肯你不要这心 在很久很久以前 墨西哥的丛林里面 住着一个精灵一样的少年 有一天 王国的多拉玛王子 到丛林里面去狩猎 但是迷路了 王子遇上了野兽 被野兽坠感 跟随从失去了怜惜 受伤了 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命运就是那么巧妙的安排 精灵少女救了王子 王子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丽 那么善良的女孩子 两个人马上坠入爱河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多拉玛王子为了王国的荣耀 毅然决然地离开 泪别少女踏上增城 但她这一去 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精灵少女每天迟迟地望着 等待王子的回归 流下的眼泪渗入大地 开出了一朵朵美丽的花朵 但这花朵当中呢 又有一颗苦涩的咖啡豆 象征他们爱情的甜蜜与凄苦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精灵少女 跟多拉玛王子的爱情 以及为了追求自己爱情 与永恒的梦想 多拉玛咖啡遍布全球 那王子后来有去找那个精灵吗 这就不是重点 这是一个故事嘛 这是我做这个设计的概念由来 所以你想把这个咖啡厅叫做多拉玛 怎么样 很好啊 很美的爱情故事 可惜啊 爱情只有在别人的故事里 才会那么动人 好 留伙 我们的咖啡厅就叫多拉玛 就那么愉快地决定了 留伙 留伙 我们这就结婚了吗 为什么我的心里还是空空的呢 我们能像精灵少女 和多拉玛王子一样 各自找寻到彼此的真爱和永恒吗 毛芽芽 你这么做道理对不对啊 看到了吗 justement 有个人有马可散拍了